你绝对想不到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厨师 当上了一国总统 政府不用签公文 缺多少钱就使劲印 两国开战 他输了喊卖 对面总统过来单挑 他身高一米九 体重两百斤 喜欢穿短裙 说自己是苏格兰领袖 看上了伊丽莎白女王 求爱不成 还公开跟人要原位裤衩 洗劫当地跨国企业 赶走两万多亚洲人 一言不合 屠杀臣民 三十万人 命丧他嘴下 至于娶了十三个老婆 生下五十四个孩子 那是当地传统艺难 在他身上不值一提 他也是非洲三大暴君中 唯一被拍成电影的一个 可见他不仅粗暴 而且招孝 今天 袁叔就带大家一起见识一下 这位非洲猛男暴君 乌干达总统 伊迪阿明达达的传奇一声 名字太长 咱们就简称阿明 乌干达的意思是高原水乡 这在非洲地区属于天赋异禀的存在 如此美丽富饶的土地 居然混成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不得不让人扶起 去年奥运会上 一个乌干达运动员 下飞机就直接跑路 被抓后 他说 我只想留在日本 求你们别送我回去 看把孩子都逼成啥样了 国家穷 没吃没喝的 土做的泥饼干 都能卖上价钱 医疗条件差 儿童死亡率在15%以上 全国38%的人口 都在世界贫困线以下 就这种情况下 我们讲的这位身高1米92 体重200斤的阿明 简直就是天降奇兵 阿明出生在1926年 乌干达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子 父亲是浅诚伊斯兰教徒 却早早的抛弃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 只能带着几个孩子讨生活 家里实在太穷 阿明只读过4年的小学 虽然没文化 但是并不代表人就傻 他从小脑子活络 就像古纳拉黑暗之神 附身上了胖虎 不仅是曲棍球队的灵魂 还缠连了好几届的 拳击比赛冠军 能干就能吃 他饭量惊人 可怜的非洲母亲实在是养不起这堵货 给他报名去参军了 一米九二两百多斤 这大体格子 一下就被英国长官相中 彪悍又勇满 这不活体肉盾吗 直接拉到前线当排头兵 上世纪40年代 阿明作为来复强团第四营官兵 参加了解放缅甸和清角尔尼亚的战争 由于骁勇善战 他在军队中拨受领导喜爱 一路提拔到准卫军衔 他在战斗中爱上了苏格兰军团 认为穿着短裙的苏格兰男人 是最迷人的汉子 而且苏格兰同样活在大英的阴影下 跟自己老家乌干达同病相恋 小学没毕业的他 在部队里还靠自学 掌握了锤芬迪和拉手芬琴的艺术 这么分亚事儿 后来竟然成为他杀人时的消遣 军队一混就是20年 本想靠军衔吃一辈子的阿明 没想到又被历史往前踹了踹 1962年乌干达独立了 当上中卫的阿明 从英国人的军队回来 朗以为就能做新政府军营中的扛把子 没想到回来就成阶下囚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受审的阿明此刻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男人 奥伯特 总理奥伯特是乌干达独立后的最大掌权派 他一眼就从人群中发现了这个肉盾 这是李奎玉宋江啊 这位兄弟啥是可爱 我大无王国居然还有这等壮士 象征性的惩罚了他一下 就带到自己的身边了 规矩他当军队高官 从此俩人一个抓军权 一个抓政权 互相利用 理应外合 做起了走私象牙和黄金的身意 转得风生水起 阿明真正体会到了权力的快乐 1966年 奥伯特推翻当时的政府 阿明带着军队一路拥护 忠心耿耿 为奥伯特的成功提供了支持 然而 黄袍加深的他 发现一切都变了 奥伯特一定不懂杯酒士兵权 居然玩起了吃饱骂厨子 过河拆桥的小人桥段 虽然小学没毕业 但是阿明20年的仗不白打 预判了奥伯特的预判 1971年 趁着奥伯特外出访问的机会 先一步发动政变 手里有枪 兄弟成行 10天后 阿明成功登基 宣布自己是乌干达终身总统 这一年他45岁 45岁的穷国穷小子 小时候没饿死 长大了有饭吃 成了全国拳击冠军 还当上了军队高官 其实做成这样也是人生得意了 但他偏要手握重兵 当上总统还想治理国家 干自己不能干的 这就是作恶 当上总统的阿明 也要面对清除阵敌 清扫一己的难题 怎么办 猛男比文化人来得更干脆 手握军权的我怕个茄子 满城搜捕奥伯特的残余势力 是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短短几个月就除死上万人 这还不过瘾 斩草要除根 杀人要灭族 支持奥伯特的阿乔利族 和兰吉族 直接被清洗个干净 现在国内就剩下 也只能剩下自己人了 清除完一己 阿明开始治理国家 怎么治他不懂 但当兵的他最认可团结 为了民族融合 他甘愿牺牲自己 各民族与陆共战 娶了十三房的老婆 生下54个子女 这还不包括情妇和私生子 他娶老婆的同时 满世界汛游 在各地宣传自己的嘴炮政策 要废除私人警察 要大力发展经济 要提高各项人员的待遇等等 真正的成功学大师 一通演讲下来 支持率飙升 但理想是美好的 阿明却从不去执行 也不是他不想干 如何快速打掉 对方的萌牙他手 如何治理国家 他真不懂 他发布命令靠好 从不签字 直接大喇叭广播 他管理部下靠换 八年时间换了十九任内阁 直接把全部精英 全换成走狗 但是他怎么兑现承诺呢 难不成 想直接饿死穷人 从此消除贫团 阿明还是动了脑筋顶 一天早上 阿明突然宣布 昨夜真主给我托闷 说咱们这么穷 都是因为不爱睡觉的亚洲人 垄断了我们的商业 所以阿明下令 驱逐所有亚洲人 同时 派兵抢劫了亚洲人的商店 公司 抢完后 还让自己的亲信接了手 但这些人不懂管理和运营 只会坐吃山空 没多久 这些企业纷纷宣告破产 同时政府 也因此失去了企业的纳税 而收入锐减 没钱 没钱那就硬呗 他加大马力印钱 缺多少 到印刷厂找齐就对了 但疯狂印钱引发了通货膨胀 问题更严重了 怎么办 那就驱赶英国人 曾被英国殖民的乌干达 竟然母鸡穿貂皮 反了天 阿明没收了所有在乌的英国企业 还断绝其贸易往来 他很开心 宣布自己真正解放了乌干达 战胜了大英帝国 同时还自分为苏格兰的末代国王 多次写信给英国政府 要求他们推选自己当英联邦的领袖 英国政府没理他 这他误以为英国老害怕了 于是公开给女王伊丽莎白发电报 你想真正的了解男人吗 那就来乌干达的坎帕拉吧 在女王生日的那天 他还写信说 女王 请把用旧的裤衩原样寄给我吧 英国回他一个字母 都是奇耻大乳 嘴炮骂人上了瘾 他给中国发消息说 中苏关系得来找我 他给美国写信说 尼克松老总 水门事件的你 让我更欢喜 希望你能顺利付出 他讨好苏联 老大哥直接给了他实质性的武器援助 还派教官亲自知道 但是光有武器不行 为了能要点钱 阿明想起了卡扎费 父亲给的伊斯兰身份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热烈拥抱伊斯兰世界 为了表明立场 他还宣布自己要跟伊斯兰势不两立 最后还动了真情 1976年 把航139航班的飞机遭到恐怖分子劫持 飞机上有106个伊斯兰人 阿明抓住了此次露脸的机会 支持飞机在乌干达降落 还亲切会见了恐怖分子 仿佛见到了自己的阿拉伯主人 以色列是谁 手下特种部队那是世界顶尖的存在 为了从乌干达救回人质 以色列往返4000多公里 落地后 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完成人质解救任务 制造了特种部队作战的团奇 这下阿明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笑话 马屁没拍成反惹一身骚 为了继续得到阿拉伯富豪们的钞票 他干脆杀了三国大主教 鲁乌马 但是这个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 反而激起了国际上对他的反感 国内 他的残暴统治已经失去民心 传说 他喜欢在杀人的菜市口 一边弹琴 一边欣赏 贵子手行刑 短短8年时间 他下令杀掉了30多万人 短短8年时间 福干达经济危机越来越严峻 他自己13个老婆 却在国内实行严苛的穆斯林制度 社会上对他怨声载道 眼看风云突变 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1978年年底 发动了对坦桑尼亚的战争 坦桑尼亚是穷国 忽如其来的战争 他们毫无准备 当天就被打得措手不及 阿明让缺钱的军队 在坦桑尼亚尽情烧杀抢掠 还挑衅坦国总统 要跟他来个单挑 但是别忘了 坦桑尼亚的军队当初是解放军训练出来的 反应过来的坦国军队马上集结 1979年4月 坦桑尼亚的军队直接打到了乌干达首都 阿明带着自己仅剩的四个老婆 和二十几个孩子狼狈逃到利比亚 后来辗转到了沙特阿拉伯 居然在此地得到了一处养老别墅 安稳活到2003年高血压病逝 结束了自己疯狂的一生 而那个被祸祸不清的乌干达 在经历了几年内战之后 迎来了一位拿着毛选的总统 才带着他们走向了和平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世界太疯狂 历史太彪悍 下回原书再带大家认识新的猛男